老子道德經告訴我們,學習一定要有一個很強大的那個腦力跟智力,就是智商,智商就聰明,去吸收知識,不斷的累積,越累積越多越好,這個叫我會學日益,益就增加,日就每天,意思說,老師先來跟各位分享,你無論做什麼,像我現在學書法,每天要被課,每天要寫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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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要寫字,每天要寫字要寫字,要寫字要寫字,然後再把他吸收成自己的精選力,創作的時候,把它用出來所以我的字被很多高人說很有氣質,那我用字的源流又正確,他們都滿喜歡我的字,就是因為我掌握到這個秘訣,日刻日常,不用花很大力氣,所以他寫一張字,準備好的時候,饅頭大汗已經沒力了 看在那裡,不用,我每天都很日常 上星期偶來松書下那一張,是有一張重傷網蠻高的,來給你們看過 我回去又寫了大概那次第七遍,回去又寫了十幾遍,到達二十一遍左右 然後最後那一張效果還可以,可是我還不滿意,我要繼續寫 就是這樣,就是你不會覺得有壓力,在別人來看好可怕那個字,這麼大字,這麼大張,怎麼可能寫得完 我還寫了二十幾遍 這是每個人要給自己的功課 為道日損 當你要追求宇宙之間的真理,所謂的天、地、人、合一 宇宙之間的真理,你用一些望見、偏見是沒辦法解的 比方說以前的哥白尼,當時他發現地球是圓的時候,他差點被狡猾 他說你這個,違言聳聽,違背上帝的旨意,地球怎麼可能是圓的 這樣,這不是偏見嗎? 所以,為道的話就要損掉那些偏見 意思是說習氣,除去習氣就是為道日損 很簡單吧?你要把你的習氣透過某些不同的管道 你的圓圓環境或你的學習的過程,吸收到錯誤的東西 然後把它以為套用,反覆套用喔 然後越來越,這個沒有到達真理的這個方向 那就是為道日損上面,需要去除的東西 這樣,所以為道日損對我老師而言很棒 我也經常用這樣的觀想 就是,我有什麼地方做不對 我有什麼習氣去套用的 我能不能讓自己這個道法自然 這樣,如果可以,我很開心 這是我想要追求的 那這句話是,杜老師當年1997年98年 我去找他的時候,他跟我這個勉勵的第一句話 從今天開始 因為我找他的時候,我只有高職美工科畢業的學歷 就是高中生,高中的學歷 他說,你雖然只有高中的學歷 可是我覺得你有碩士的書法的水準 那你現在要的就是怎麼辦呢? 要做這件事情 為學日益為道日常 你要多繼續讀書 多讀古書 多讀書法理論 多讀字帖 把字帖的一些行啊 人家觀想那些古人的怎麼寫的那些位子 那些字,那些筆法 你把它背著古關上手 自己也可以模仿他寫出那個味道來 然後你就可以脫胎化 然後呢,要放鬆自己 要專注你的心 哇!他說得多棒 要放鬆自己的心靈 要專注你的心 或是做不好任何事情 這杜老師第一次跟我碰面 他就鼓勵我這樣 所以說,為學日益為道日常 當時很震撼 所以我覺得特別把這句話 這段話兩句話把它提出來 所以我們下手師跟前手師中間的間隔的勉力的話 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樣 我們下手師中間的心靈 會有一些禍意 然後 我一字呢 就是 我少了一隻手 你們看到這個字喔 其實就是一頭大象 那一隻手牽著大象 有人的意思是說 大象的鼻子啊 跟人的手一樣萬能 他可以把木頭舉起來 他可以去把地上的沙把它抓起來 然後讓自己身體散熱 他還可以抓水來喝 有沒有 他的鼻子很厲害 所以有微就這個微 鼻子很厲害 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訓相師很厲害 他可以操縱那頭大象 來為他做勞動服務 日常的勞動服務 搬東西啦 有沒有 裝塞東西啦 這樣 這就是大象 會加上一個手 可能的創意 就是他 第一個是 外來的暗示 那個訓練象的那個老師很厲害 他可以 可以命令他 讓他願意 為人類勞動 這樣 一個是 大象的鼻子很厲害 跟人類的手 一樣是萬能有為的 這兩個創意 我都認為說得過去 好不好 這個 上面也許沒有寫那麼清楚 但是老兄姐說的 然後各式各樣的大象 到了這個 這個中蕭王 到了這些 清檢除檢的時候 你看這個經文 寫得一點都不像 我們看到的大象 手要保留著 大象的鼻子剩下短行 大象的眼睛變成這樣 好像一個孔 然後大象的屁股到尾巴 腳不見了 叫省略 怎麼省略 用兩行來代表 我全部的腳都有囉 我只是省略而已 用兩行 有看到嗎 你看到這兩行都是 大象的腿 他把它省略掉 可以嗎 經文喔 然後 小鑽呢就保持 只是說他的樣子變得很厲害 手爪還在 然後這大象的鼻子在他前面垂下來 就是他的眼睛 中間這眼睛 然後這是大象的前腿後腿 後面的三根呢 一二跟尾部這裡 是他的尾巴 一二三 一般動物的尾巴都 甲骨文都用三根線來代表 好像一個叉子一樣 這樣三叉這樣子 這就是古代人在發 這個相親文這樣 就是大象的尾巴 然後現在把它看到小鑽來的時候 是這一根 這一根 從右邊算起來 這三根 就是大象尾巴 如果看歷書的話呢 是橫著斜王溝這一條 加上內部的一二 這三個是他的尾巴 接著呢 往左的兩點 一個是後腿 一個是前腿 那這個彎彎這個呢 是他的鼻子 眼睛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很模糊看不到 看不懂 好 學問兄 這樣理解了 所以 把這些國字 跟古代的原流 配在一起來看的時候 你又恍然大悟 哦 原來不是那麼複雜 只是因為他抽象 他抽象 可以吧 所以 他是一個手 加上一頭大象 的這個創意 講完了 好 那 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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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